这样的面条或许你没有吃过 其做法一点都不难 今天我来详细分享 专业技术专业培训 大家好 欢迎观看我的视频 在江苏有个地方叫常熟 那里的面条吃法特别有特色 叫做炒椒面 今天我就把配方整理出来 分享给大家 这边是我们用到的所有配料 下面我们开始正式讲解 现在我们加进去的是生抽 它的用量是650克 加入海天炒菇老抽 它的用量是200克 加入味精100克 鸡精80克 加入盐150克 白糖的用量略微多一点点 要300克 做面条必备的胡椒粉用到10克 现在加进去的是优先宝 它的用量是15克 家庭做法的也可以忽略 古月龙山的花雕酒50克 做面条加一点熬制好的猪油 特别香 特别的滑口 它的用量在500克左右 我们这里所有的配料 是做一个商业版的老卤配方 熬出来以后可以做很多碗面条 在日常的售卖中 我们只需要用到这个调制好的老卤 45克左右 再加入少量的清水 就可以炒一份焦头 盖在煮好的面条上 就可以出餐了 非常的简单 方便 主要是标准化操作 不会担心 有时候咸 有时候淡的 我会把所有用量配方 打在视频的最后面 大家可以去截屏保存 我们把称好的调味料 用勺子给它简单搅拌均匀 备用 锅热以后 加入色拉油300克 加入剁好的蒜蓉 它的用量是200克 我们开中小火 给它不停的煸炒 激发出蒜蓉的香味 炸到蒜蓉有金黄的状态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到达这种金黄状态的时候 我们关火 然后把事先调好的所有料汁 倒入锅中 我们在熬制蒜蓉油的时候 尽量挑选一口比较大的锅 以免倒入酱料时 要油溢出 发生不必要的危险 一定要注意安全 然后我们继续开小火 把里面的调味料 熬化就可以了 熬制好的老卤 表面会浮一层油 我们用一个勺子 暂时把油给它撇出来 放入一个容器里面 为什么要放那么多油 然后再撇出来呢 其实这一步非常重要 第一 让蒜蓉油和猪油 有一个充分的混合 第二 只有放了油 这个老卤才更香 第三 撇出来的油千万不能浪费 后期我们在炒焦头的时候 放一点这个油 更有风味 商用版的老卤就熬好了 做一份面条要用到45克左右 准备一个新鲜的猪腰 把表面的膜给它撕扯干净 然后切成比较薄的片 如视频中这样操作 这里和大家说一下 中间白色部分是腰烧 比较介意的也可以给它去除干净 今天既然是商用版的配方和做法 我们就还原街边面馆的状态 面条店里一般只能给几片腰片 如果去了腰烧 那就没啥味道了 而且我们做的是腰片 不是腰花 所以直刀切成片就好了 放入盘中 备用 面条焦头的种类不受限制 可以是木耳炒肉片 青椒肉丝 香菇鸡柳 洋葱牛柳 青椒炒扇片 虾仁等等 随意搭配就可以了 我们准备了一点洋葱 还有土豆 炒的是腰片 切好放入盘中 备用 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青椒 它的价格又不是特别贵 而且特别的好吃 还可以百搭 大家菜单上面可以多列几个青椒的产品 切好的青椒放入盘中 备用 再准备一点豆干 也非常不错 开餐之前把所有东西都准备好 真正上生意的时候 出餐就快捷了 我今天只是拍视频 所以品种不多 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或者根据当地的口味 随意搭配品种 最好选购这种带碱的细面 它的口感更好 一般每人单碗的分量在200克 一般情况下 商用版煮面条都会用到大桶 不管是在锅里面下 还是用大桶来煮 煮面条 里面的水尽量要多一点 火一定要够大 大火滚沸 煮出来的面条才不会粘牙 中途的时候 可以加入两次少量的清水 煮到里面没有硬心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还要根据当地的饮食习惯来决定 有一些地方喜欢吃比较硬的面条 有些地方则喜欢吃比较辣比较软的面条 像我个人就不太喜欢吃很硬的面 所以要多煮一会 煮好的面条捞出放入冷水中 给它简单的过一下 去除表面的粘液 注意不能冲得太久 否则就变成凉面了 炒椒面是热拌面 不是凉面 我们把煮好的面条捞出分碗中 这一步我们开始炒焦头 锅中加入适量的色拉油 晃动锅子 让油润满锅壁 随后我们下入切好的土豆片 给它过一下油 由于土豆比较难熟 我们用油给它炸一下 后面再炒制的时候就更快了 然后把洋葱倒进去过一下 捞出控油备用 下入切好的腰片进行煸炒 商用版的做法不需要焯水 否则一碗面条里面只有几片腰片 本来就少 再焯水的话就没有味道了 要的就是这个味 简单煸炒至断生 下入找好的土豆片和洋葱 能吃辣的顾客 可以给他来一点干辣椒一起煸炒 随后加入我们事先调好的老卤 45克左右 注意这里是一碗面条的分量 如果你两份一起炒 则需同比增加 简单翻炒过后我们加入清水 水是老卤的1.5倍 也就是65克左右 然后我们开中大火 给它烧30秒钟左右 直到把里面的原料烧到入味 把汤汁收得浓稠一些 注意不能烧得太干 一定要保留一点汤汁 大火收汁 把原料烧熟 汤汁收至入味 最后再加入少量的蒜末和葱花 翻拌两下就可以出锅 盖在煮好的面条上面就可以了 重新洗锅上火 锅热以后下入一点点植物油 下入切好的青椒 再把干子也倒进去给它煸炒 下入之前调好的老卤 45克左右 加入1.5倍的清水 也就是60到65克之间 前面忘记和大家说了 商用版一份面条焦头的分量 在150克左右就足够了 当然还要根据你门店的售卖价格 来搭配你原料的用量 如果你用量比较多 则需增加一点老卤的分量就可以了 这个非常好理解 大家看一下把汤汁收浓 但是千万不能收得太干 一定要保留一点汤汁 然后盖在煮好的面条上 放一点生蒜 再来点葱花 现在浇进去的是 我们前面调好老卤之后 撇出来的香油 既然是商用版的做法 油要多一点才好吃 这个油可以炒的时候放 也可以最后放 这个不是太重要 姜酥常熟风味 炒椒面商用配方 以及全套做法 到这边全部制作完成 本期视频也即将结束 我是秦老师 感谢您在百忙中订阅我的课程 最后祝大家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feu